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我是黄思雨 淡水的屯山社区每到这个时候就是赏莲花的季节 在地理长表示,今年种植的莲花范围有4到5公顷左右 虽然比往年还要来的少,但在农民细心的照顾下 花都开得相当美丽,想赏花的民众可以好好摆握 游客来到淡水屯山社区以往都会看到满满的荷花盛开 不过从前几年开始原本屯山荷花从最多12公顷 到今年只剩下4公顷的面积,整整少了三分之一 从103年政府开始为了活化农地取消了一期的修根补助 因此才会让种荷花的地主转重其他作物 农山荷木前的这个燃火已经面积多减少了 现在木前来说,营党还有4、5公顷 4、5公顷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木前来说 我们一般是三个四个五个在开药了 然后五个六个七个就是灰灯在开的时候 离张表示原本种荷花当作修根的作物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修根时将农地保持水田的状态 让土壤维持养分,将来农地可以随时复根 而农民可以借此不用杀草剂来除草,毒害土壤 不过政府为了鼓励复根,虽然也是好事一桩 但是农民以收入为考量纷纷转做南瓜、豆类等作物 让屯山当初的特色越来越少 那卫生后开始就开了那些年季才会采收 那些采收的,采收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人工的较少,年季都比较大,比较不容易采收 不过其实这个年季算是比较幼稚的 对市民费起来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们采收的自己 算量也不太多 里长表示,其实从3月到7月这段期间都是莲花的生长期 一直到接近8月就是花季的尾生 而以往都会有农民在这个时候采收莲子 但是现在社区人口老化,采收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因此现在屯山社区的莲花就纯粹提供民众观赏使用 记者是短音,大学采访报道